HELLO 大家好 今天下午要跟大家分享的車種 之前有開過直播了 今天又剛好這台車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台車比較特殊一點 這台車是福斯 算是最大型的房車 FATEN 這台車的底盤架構 在VAG集團裡面其實有很多的共同車系 都是用這一套的底盤系統 譬如說奧迪的A8 或者是賓利的Continental GT 所使用的都是這一套的 氣壓底盤懸吊系統 那它的懸吊系統 其實跟賓士的W220S系列的221 都是一樣 原廠就是配置的是氣壓式的懸吊系統 那這樣的懸吊系統 其實舒適度的話真的很棒 可是它顧上之後的維修費用 比較高一點 賓士的話 維修起來的費用 反倒會比TENTON還要便宜一些 因為它原廠的市場需求 不像W220那麼大 所以它的單價 維修起來單價 就比賓士的W220S系列 還要高一些 那還是一樣 原廠的氣壓系統 不論是賓士也好 或者是FATEN也好 不能說它壽命短 它還是有固定的使用走起 那壽命到了之後呢 就有可能會有漏氣 或者是側高升不高的狀況 那這台車呢 後面的話還好 但前面的話 已經 右前的話已經損壞的比較嚴重 所以今天就選擇換成KT 它套裝飾的避震器 哈囉 超人騎你好 下午安 所以換上的是KT的那個 道路板的避震器 那它的懸吊系統 跟賓士的W220 比較不一樣 它像是後方的話呢 會有一個除氣桶 就直接藏在輪拱的內側 然後它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 這是後方的 後面的避震器 它的避震器上方呢 就有背了一個除氣體 那它的上座 這個是上座 它的上座很特別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上座 它的上座呢 是做成頭式的 而且這裡呢 三顆螺絲的鎖點呢 是做成頭的 所以它的上座呢 務必要把這三個成頭點做出來 它的這一個面呢 才有辦法貼平車身的上座的面 否則這個的話 接觸面積只剩這個一點的話 可能強度上會比較 不太好 所以它的上後上座的話呢 要特別注意 有這幾個凹點的地方 就是要砍入原廠的螺絲孔徑 這是FATEN後面的懸吊系統 就是長成這樣子 那我們要把它改成彈簧式的呢 氣壓的系統就會廢除了 後面的話 師傅已經裝好了 它的上座藏在很裡面 所以看不太到 因為飾板已經裝好了 所以我們看到藍色的部分呢 就是後面的上座 它後面的彈簧 還有後面的桶聲呢 長度相當的長 這台是四輪驅動的 後面有傳動軸 這台是柴油的 那昨天試開的時候 這麼大型的房車 其實它的 雖然是柴油引擎 可是它的車室裡面的隔音 做得相當相當的棒 畢竟這是VH裡面 算是相當高級的車種 後面的彈簧公斤數 長度的話是配置220上 那公斤數的話是配置8公斤 很多的車友會比較質疑的地方呢 是改裝這樣的避震器 那乘坐感覺的話 是不是會跟原來氣壓的系統 差異太多 其實這個還是要考驗的是 避震器製造廠的功力啦 那我們這台車呢 不論是這台 或者是賓式的W220系列 銷售的數量其實都已經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最客觀的方式呢 還是邀請車友們 一起來試乘看看 這是後方的懸吊系統 那前面的話 這台車的里程數呢 也有一定的使用里程數了 所以前面我們在拆下來的時候呢 有發現到有一些狀況 所以我們一併呢 把他的支币的鐵套呢 把它更新 這是他前面的懸吊系統 前面的懸吊系統很長 那後面的懸吊系統呢 我們剛剛拆下來的時候 發現呢 這個鐵套 這一台這個狀況在 是可以鬆脫的狀況 所以我們在奧底的 A4 B8系列的 也常常遇到 這個上支币 它等一下要鎖上去的時候 是類似像這樣 那這一個鐵套呢 它的橡皮呢 有一個固定使用的周期 久了之後就會從這裡均裂 這個左前的狀況呢 比較差一點 它已經整個都脫落了 所以剛剛的狀況 是整個可以鬆脫的狀況 那這樣子的話 它的整體操控一定定位也好 或是操控也好 一定會有大受影響 所以我們在這一次 太換避震器的時候呢 一併呢 把這個鐵套 把它更新 那油板上的車友 在詢問的就是 那這一支呢 其實啊 不必一整支做更換 其實換這個鐵套的話 會這樣的 其實也比較環保 那花費的費用呢 也會省很多 因為這個 這邊的球頭的機構的話 它的壽命的話 會比較長 所以這邊球頭 如果還沒有壞的話呢 其實可以單換這個鐵套 但是如果兩邊都已經 壽命差不多了 那就建議一整支要做太換 這是前面上支幣的部分 它的上支幣 它的結構的話呢 這裡有一個上座 我們也有附上座 所以這台車呢 不用再繼續使用 原廠的上座 就直接KT就有 都有附這些的零配件 那前面的彈簧公斤數 配置的是200x14公斤 所以這樣的車款 跟賓士的W220 W221 都有一個特別的狀況 就是 盡量呢 我們把彈簧的長度呢 把它拉長 拉長的用意呢 就是讓它 作動的行程能夠增長 那想當然 作動行程增長之後呢 它的乘坐感覺 就一定會比較 符合這麼大型房車的舒適感 所以如果彈簧太短的話呢 就不太有辦法做到 大型房車應該要有的舒適感 預計這台車 其實車主的話 並沒有降車身的要求 所以這台車呢 等一下的車高 也會跟原廠的一樣高 大概落在 四十半到五十幅 那KT的除了 除了可以調整車高之外呢 它的阻尼也是可以調整的 等一下上支幣的上蓋 裝上去的時候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阻尼 它順時針就是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前面的話很方便 我們把引擎是打開呢 就能調整阻尼的 因為它的上部 是直接可以看到 這個上部調整器 可是後面 就比較稍微麻煩一些 背包也好 這台車也好 它後面呢 如果要調整阻尼的時候呢 它的上座是做密封式的 因為為了隔音要好 所以一般啦 會比較少把它做鑽孔的動作 有的車種我們在直播當中有介紹過 譬如說是Outlander的車系 那個的話呢 我們就會鑽一個小孔 這樣它有一個延長調整機構 但是這個的後方 我們比較少車友會選擇把它鑽孔 所以今天的話呢 我們把它預設到 適合的段數之後 就會把它鑽上去的 並後面的話 目前是大概15段左右 前面的話也大概會15段 因為這個鑽好多套了 前後15段的阻尼 能夠兼顧到操控跟舒適 一般車友的反應呢 都還不錯 這一台是前面的 前面的避震器 它的上座 我們有附上座 所以在拆裝的時候呢 就不用再把原廠的上座拆下來沿用 師傅在施工的時候呢 也會比較方便 前面的話是200長 然後14公斤 後面的話是220長8公斤的 那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這個車主的 它的前面輪胎也都換成新的 但這個旅線都還是原廠規格 原廠是255 458 可是今天早上就發現這個怪怪了 這個是前面的 左前的那個輪胎 但是好像是 方向好像 這個是單導向的 這個方向好像是弄錯的感覺 我再提醒一下車數好了 這一條輪胎是蠻不錯的輪胎 但是單導向的 這樣的裝法 排水就會比較不太好一些 所以這一個 這條輪胎好像裝錯方向 要特別注意 像是這樣子 單導向的輪胎 它是有方向性的 裝錯的話呢 它在雨天排水的時候呢 就會比較不好一些 所以 有方向性的輪胎 記得一定要裝對方向 好了 這個是左前的 它的這一顆引擎是 應該是3.0的TDI V6 柴油引擎 四輪驅動的 這台車 台灣比較多的版本應該是 3.0還是3.2的汽油引擎 這台是3.0的 3.0的柴油引擎 4WD 這裡有寫 這麼大型的房車 它的隔音設備 其實 VAG 車系 都做得還蠻不錯 那上座的話 剛剛有提到過了 前面的上座呢 就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把引擎室打開之後 引擎室打開之後 它的上座啊 就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阻尼 一樣順時針變硬 逆時針變軟 KT的話呢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車高的話 這一台的車高 能夠調整的空間 就很大了 最低的話呢 可以到輪胎跟葉子板切齊 最高的話 可以跟原廠一樣高 都沒有問題 現在師傅在鎖的 就是剛剛維修好的那個 上直壁的鐵套 那這一台車呢 裝好之後有幾個特別的地方呢 因為這一台車本來呢 就一律都是氣壓的懸吊系統 所以呢 它不能不太有辦法進ECU裡面 把它的氣壓系統 騙訊號 騙成是彈簧式的 所以我們會從水平池的 呃 地方呢 把它騙訊號 讓它原廠不要 誤以為 車身高度有異常 跟W220的改法呢 都是一樣的 W220呢 需要在 呃 右前保險桿裡面 把原廠的打氣放斧 插頭把它拆除 那這一台的話是不用 這個就是它原廠的那個 前面的水平感應吊架 水平感應池 是從這個地方 這個如果有改 我們KT齁目前也有上市的 呃 氣壓懸吊系統 它的 比較高階呢 一樣會負水平池 一樣會有記憶功能 而且我們廠裡面呢 有汽压的改装 Golf 7代 GTI的是改装的汽压悬吊 所以如果有车友有兴趣的话 很欢迎到我们公司来试乘 一般来说 汽压改装的 比如说一般车种的改装的悬吊 会被比较诟病的 通常都是舒适是OK 但是操控不行 那我们的悬吊系统 有为了搭配气囊结构 所做的阻尼呢 比较特别 所以很欢迎大家来试试 要操控也OK 要舒适的话也都没有问题 这个冷门车也有避震器 这台车其实不冷门 国外的话 像是ODI的A8 或者是Binni的Continental GT 我们也都出的蛮多的 这台车真的不冷门 OK那今天的直播介绍就到这里 如果有线上呢 有同款车的Betton的车主 有对悬吊系统的这样的改装呢 有任何疑问不用客气 请跟我们家的小编联络 谢谢大家 拜拜